你怎么会不晓得黑白无常的意思呢 黑白无常是勾魂使者 是来讨命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熊猫是来讨命的吗 这是什么水平啊 还称得上是叫做优秀作家 我没个鬼哦 我不左右摇摆 只说真话 我要上下求索 走出正道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我是王炳忠 王炳忠来了 最近几天有许多网友都给我留下评论 说龙应台竟然用黑白胖无常 来形容我们心目中可爱的大熊猫 许多人说这真的是泯灭人性 秀下线 这种人还要在那说所谓的文明 真是笑死人 将大熊猫讲成是黑白胖无常 这文明吗 不过我想大家可能只是把重点放在这个龙应台 他的这段叙述 而没有看到他背后 那个其实更让我觉得既恶心 而且非常可恶的那个险恶用心 其实龙应台我一直以来对他就非常不屑 所以今天我要好好地骂一骂 这个台湾所谓的作家文人龙应台 我知道在早些年大陆上其实也有所谓的台湾热 尤其从08年两岸三空到2014前后吧 那个时候公之国粉 可以说在大陆的各大公共平台 都是卷起旋风 可以说声势浩大 那么在那个时候龙应台也跟着这个窜红 在大陆上有许多这个小资一族都将龙应台设为是偶像 并且还尊敬地称他叫做龙先生 但是我一直就很不屑这个龙先生 我们先来讲这一回龙先生的他所发表的脸书 那么他在大家都万兮大熊猫的时候 也写了一篇文章 最后一段他现在大家去看 他的这个话叫做 要不就请北京再慷慨一点 给台湾台北动物园再送几只眼蒙蒙毛茸茸 圆滚滚的黑白肥肺 但是呢这个眼间的网友发现 脸书上是看得到编辑记录的 在他这段文章之前呢 原本他的原话呀是说 圆滚滚毛茸茸眼蒙蒙的黑白胖无常 所以很多人就说他把大熊猫形容成黑白胖无常 到底是什么心理 其实啊龙应台这篇文章 他是又重新重翻旧式 当大家呢在那里回忆 这个大熊猫所代表的那一段两岸春暖花开的岁月 龙应台呢他也回忆起在2006年 这个当时大陆宣布将团团圆圆送来台湾的那一年 当时呢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所谓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这篇文章啊 包括很有名的啊叫做呢 不要大国崛起只要小民尊严 那么通篇讲来讲去呢 说是给当时大陆领导人的公开信 其实啊就是指责说你大陆不文明 说啊这不是统派独派的问题 也不是团团圆圆的问题 而是文明与野蛮的问题啊 就是要你大陆呢必须要听他说 你要想要争取台湾的民心 你就必须要有文明啊 不要再去呢整天之扯团团圆圆 诉诸两岸一家亲 那是没有用的 这不是统独的问题 不是我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 而是你大陆不文明的问题 那到底怎样叫文明呢 其实啊讲到底啊 就是要根据他龙命奶奶的标准 他说要怎么做叫文明 你就得怎么做才行 而龙命奶奶的标准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美国的标准 所以美国的标准呢 世界持名双标 因此啊当你看到啊 这个美国人 他是怎么样把人家中东战场搞得一团乱 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 他也就发起了所谓伊拉克战争 后来呢又有叙利亚战争 又有大大小小各种干预人家国家的战争 而这些战争啊 在美国的标准都不叫侵略 而是呢神圣伟大的要去解放人家 要去为别人带来所谓民主自由的盛战啊 你是批评都不能批评 所以你看龙一台啊 从来没有过批评美国人 所发起的这些侵略战争 但是啊大陆只要哪里制度和西方不一样 大陆只要有自己的一些规定 龙一台就说了 你这儿不文明 那儿不文明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你美国人呢动不动干预别人 结果呢你们这些酸辅文人 都能够接受还称颂 说这叫民主自由 那么咱们大陆底子没你西方后可以吧 我们有14亿人要安居乐业 我们经不起一场一场的选举 就要分裂社会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 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人权吗 为什么就一定要跟着你西方 跟你美国走呢 可况你龙一台口口声声 所谓西方的民主自由怎么来的呀 不也是过去几百年资本主义 携着船尖炮利去侵略人家落小民族 去剥削人家 去到处建立殖民地 才有你今天可以来搞所谓民主自由的本钱吗 那么我们再来看 为什么我一直不屑龙一台 因为早在2006年 他在那儿说所谓呢 用文明说服我的同时 台湾有一场这个群众运动 叫做红杉军反贪腐 当时的民众啊 小市民们呢 受不了陈水扁一家的贪腐 受不了陈水扁可以厚颜无耻到 明明贪腐被抓到了 还可以继续恋战权位 不自己请辞下台 所以大家高喊着阿扁下台 掀起了一波完全和平 理性非暴力的群众运动 结果呢 当时啊 这个运动都还没有开始呢 只是在宣布说 希望大家一起集结来包围陈水扁当时他的办公室 也就是在台北的所谓总统府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龙应台 他急着呀 立即跳出来 说哎呀 你们啊 千万要小心啊 民主的正道 不是通过群众运动来解决问题的呀 我们好不容易进入了民主啊 千万不能这样不文明啊 我觉得莫名其妙哎 你们不是天天讲 群众运动是所谓的权力吗 就当大家真的起来集会游行 抗议神水扁 你龙应台比谁都还急 出来说你们这样是违反民主 是不文明 那好了 同样的标准 2014年 我们看当时民进党所豢养的侧翼 所谓的太阳花 他们可是用暴力袭击立法院啊 他们可是用暴力攻占霸占了 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他们上班开议的立法院议场 请问当时的龙应台 还坐着马英九当局的高官 是所谓当时台湾的文化部部长 你跑到哪去了 你怎么不出来讲话呢 你怎么不出来说 你们这些挟着暴力民粹 是破坏民主法治呢 结果乖乖的 一个屁都不敢放 一句话都不吭争 所以我看透了龙应台 这种矫情这种虚伪 那么后来你再看 香港发生乱港风波 在2019年 那么大批的这些黑衣人 黑豹青把香港搞成什么样 各种的打砸抢 甚至呢还一言不合 因为对方的意见跟他们不一样 人家不赞成你们这种暴力抗议的方式 结果呢还有被包围 甚至死亡的香港市民 结果龙应台说什么 我从头到尾 我就盯着这个文明的龙应台 我一直看他什么时候才要出来讲话 尤其龙应台常年在香港写作 他应该发生 应该说句话呀 你怎么看香港这种乱象呢 结果龙应台呢一直不讲话 直到直到香港的情势 一发不可收拾了 龙应台他才出来 结果呢写了一篇脸书 说警察千万不能够去镇压呀 就像是这个小鸡 母鸡孵化的那个鸡蛋 我们要小心的呵护它 千万不能让鸡蛋碎掉了 给你扯一堆文心语言 我说这是TMD 所以前面那些黑豹青搞得天翻地覆 你一句话不吭 等到警察依法要来处置了 要来维护多数善良的小市民的权益了 你龙应台就出来讲 这样不行 你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龙应台的标准啊 什么文明啊 就是柿子挑软的吃 就是真的碰到了民进党 碰到了黑豹青 碰到了美国在背后支持的 这些暴力的颜色革命 他完全不敢去反对 然后碰到红山军 碰到呢这个呢是以蓝营群众 以军工教小市民 平常都是奉公守法的民众要出来抗议 哎他就出来讲了 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哦 你们这样不文明哦 你不觉得就是个标准的欺善怕恶 欺软怕硬吗 所以我真的非常不细 今天龙应台在这里指指点点 然后最后还留了一段话 说哎呀不管如何 对和平的向往 对文明的要求 大家都应该勇敢出来发声 所以呢希望北京要慷慨一点 要继续赠送给台湾 所谓黑白胖无常 就可能被网友呢围攻啊 被骂了 才有把它改掉啊 改成叫做黑白肥肺 我就说啊 今天会把大熊猫 比喻成黑白胖无常 你说这能文明到哪去啊 我们先不管 他是不是故意的在酸 他是不是故意将他对大陆的仇恨 嫁接在熊猫身上 就算是他不小心写错好了 你作为一个作家 你怎么会不晓得黑白无常的意思呢 黑白无常是勾魂使者 是来讨命的 所以你的意思说 熊猫是来讨命的吗 这是什么水平啊 还称得上是叫做优秀作家 文明个鬼哦 所以这一段其实呢 也是在告诉你 就说就算我台湾不认同你大陆 就算我台湾做白眼狼 继续拿你大陆给的这些和平红利 继续利用两岸之间 这个巨大大陆对台湾的庞大的这个逆差 台湾的赚尽了这些红利 我还是一样继续搞台独 你大陆也不能管我 所以你要继续慷慨的送熊猫哦 意思说你要继续慷慨的让利哦 你也要继续慷慨的 让两岸之间继续和平交流哦 你不能够动武哦 你要继续让台湾人赚人民币 然后去孝敬美国哦 你要继续让我们可以经济靠大陆 然后所谓国防靠美国 再来压制你大陆哦 怎么样 你就要傻傻的继续慰养这只白眼狼 然后呢再去引更多的豺狼入室 然后呢搅乱中国人自己的台湾问题 倒过来对付你大陆 这样子才叫做文明吗 这就是今天龙印台他所包藏的祸心 所以各位好朋友啊 其实这也给我们了一个启示 那就是呢你如果听龙印台的过去这么多年 大陆也仁至义尽了吧 过去这么多年的台湾热 哎多少国民党的买办也赚保了吧 龙印台到大陆来哦 那个时候可是连北京大学都有他的讲座哦 龙印台也算是功名利禄都想尽了吧 他们有半点为反毒促统发声吗 他们有在关键时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讲几句公道话吗 看到西方霸权美国人破坏自由贸易的规则 来压制中国搞贸易战的时候 你有听龙印台也说几句 你美国这么做也违逆了你自己的所谓自由贸易规则吗 没有一点都没有 所以今天龙印台对大手猫之死所做的这个表达 除了黑白胖无常令人发指外 其实也提醒了我们对这些白眼狼 千万不要再做火山孝子 佛祖说法如果只有温柔面 永远菩萨低眉是不可能降服众魔君 仍然需要有护法金刚 金刚怒目才能降妖除魔 才能保护真正善良的百姓 子敌人